那你们的小考试拿着好 那有同学拿着很好 有同学呢 第一题看待会不会有问题的 那第二题的话呢 同学这个写的不太清楚 那如果你的观念不太清楚 当然写太清楚就正常了 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 但写的结果呢 对我说 哪里讲这个讲不清楚的地方 那表示你这个文字的呈现 有问题 如果你观念很清楚 但是我写出来是一个不太清楚的答案 那你自己要去检查文字 就是作文啊 中文讲作文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观念很清楚 但我写不错啊 我写出来被人这个意思改变了 那你要想办法改进 我们研究中有这个问题 他讲没有问题 那他写啊 写的结果呢 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跟他什么意思 他说四个因素 那你自己看一看 你写的这个这个意思不是的 那这样的话就有问题 那我不知道 你写出来不是完整单 因为你观念反而就不太清楚 他说你写的时候 没有写好 所以你自己要去检讨一下 那今天我们要开始 介绍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一个概念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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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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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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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